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王浩然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欢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讲的是系列讲座 讲的是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我们知道圣经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书卷 那么翻译成超过2000种文字 然后博大精深 大家对圣经非常感兴趣 然后很多朋友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待了很多年数 但是对到底圣经讲的什么 也不是十分的清楚 那么我就是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 然后特别是最近六七八年服侍神以来 有所领悟 那么一直有个呼召 想把圣经的真理 圣经如何应用到我们当中生活到来 然后做一些祷告思考 那么现在我想把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这么一个系列推给大家 然后让人受益 那么我在前面已经讲了30讲 最近的两讲 一个是第29讲 讲的耶稣的将士 耶稣的死 然后复活和再来 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然后又讲了人类历史 可按圣经的昏违 从旧约到新约 从律法到恩典 到最后还有耶稣以后再来 那分成这么两个 这个两个道和三个部分 那么我今天在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第31讲 还是讲耶稣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救世的主 耶稣是全神又是全人 讲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说认识了这些以后 就是认识耶稣对人生 对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一个意思说 我们常常说起耶稣来 然后很多人一说耶稣 就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然后耶稣作为一个牧者 耶稣死了 然后复活了 讲对耶稣的事迹 知道的不少可以说 但是耶稣 他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然后哪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是吧 那么下面呢 今天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耶稣 对我们如何至关重要 那么看 我首先看到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 我们的华人呢 如果提起基督来 你会这个 可能比较脑子里意识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你对这个总督 你看这个香港呢 总督彭定康 是吧 那就是说他在那是全权负责的 是吧 叫总督 末代总督 还有呢 这个 还有呢 在中国这个满清的时候 有那个总督府 是吧 那呢 他是全员负责那方面的工作 还有你看在这个犹太人 这个斗马帝国统治这个犹太的时候 他有一个总督 对吧 总也相当于那的总负责人 然后是个王 是吧 那么耶稣他作为基督 我们英文的叫Christ 这Christ呢 这个基督 这个基啊 是那个基本的基 是吧 是吧 最原始的 OK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呢 也实际上是呢 就是整个宇宙当中 整个世界里面 是吧 做王的全员负责的 这个负责呢 不仅仅是那个 这个行政上的 而且是属灵方面的全员负责人 是吧 全员负责人 那么这里的基督呢 其实还有这个 有这个神的意思 这里面 我自己认为啊 他有神的意思 那么怎么说 耶稣是基督呢 那我们看一些 有些相关的经文 是吧 这相关的经文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宝罗书信里面 有本书啊 它叫腓立比书 那腓立比教会 它是这么说的啊 但是特别这里面 提到基督这个词 其实在圣经里 有地方很多地方提到啊 我只是把这个 比较明显的 然后能够说明问题的 这个拿出来看一下 说 那个腓立比书啊 第二章 第五节 和九到十一节啊 这里面的内容啊 你看一下啊 他说 你们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这边提到 这个基督耶稣啊 他把这个基督 和耶稣连在一起了 那么耶稣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耶稣 这两个不可能分开的 其他人不可能是基督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你现在理解到了啊 这个基督的含义 对不对 基督 他升为至高 然后呢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 万名之上的名 地上有很多的王啊 各种专家啊 各种学者啊 大思想家啊 他在所有的人之上呢 这是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让我后一看 十一节啊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你看看啊 这个基督他有那么高的 有那么高的 身 这个身的含义啊 基本的啊 为作王的 为掌权的 为主的 那现在呢 那保罗这个书信 腓立比书上呢 是吧 他在万名之上 而且呢 一切在天上的 天上有什么 对不对 天上有天使 是吧 还有各种天兵天将 是吧 地上呢 是吧 地上的各种各种王 是吧 长完全的 地底下的 地底下的 在这里面 有些 这个魔鬼撒旦啊 或者是灵魂 死了的人的 灵魂什么的 那么 因耶稣基督的名 无不屈膝 提到耶稣以后 所有的人 他们都跪下 所以耶稣呢 是十分高大 然后呢 特别有力量 然后是 他这个 在方方面面 都是让人敬佩 是不是 让人敬佩 不是人 除了人以外 就是 这个鬼啊 或者其他 任何的东西啊 都在耶稣面前 他们都是 被贱的 敌伪的 OK 无不称 耶稣基督为主 那不仅是 成耶稣这样呢 而且是说 祂是主 祂是掌管人意的 你是听祂的 OK 是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呢 从这个 从这个 保罗说呢 说耶稣啊 他作为救世主 那神的话语 倒成了肉身 对吧 他来到了地上来 对不对 来到地上来 注定了他 他就要做王 OK 他就是这个基督 而且是耶稣基督 这两个呢 是融到一起的 那么 在耶稣基督以前 没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OK 在耶稣基督以后 也没有这样的人 只有 他是独一的 是独一的 他是 后面我讲的 这是全神全人 是不是 那么 说耶稣基督 你要认识到 他是基督 耶稣基督 他是 耶稣是基督 基督就是耶稣 OK 那么这个从 这个 在这个 纳赛勒人 这个耶稣 诞生的 伯利人 从这个耶稣 他就成为这个基督 天上 地下的 所有的 都是为他取气 都得拜他为主 都是拜他为主 他是至高的 好不好 OK 这是说 耶稣基督 认识到 耶稣 你要认识到 他是基督 这个性质 那么再看一个 耶稣基督 是救世主 这个呢 我在以前的 其他的这个 讲座里 已经提到这个 那么 这个世界 有这么多 复杂的事情 这个世界 这么腐烂的东西 充满着矛盾 充满着纠纷 战争 灾害 人人之间的 这种争斗 很多人 看着 在外面做事的时候 很高兴 但是实际上 很多情况下 是非常痛苦 痛苦 在家里有痛苦 然后在人外面 工作的时候 有痛苦 然后呢 遇到各种疾病 然后挣扎 跟着工作 失业 各方面的 这个不注意的地方 有痛苦 有的是恋爱 失去恋爱 一旦失去了恋爱以后 最后得了忧郁症了 这说明都是 都是存在的 当然知道的 OK 那么 那么 都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其实我们需要一位 拯救我们的人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把我们这个病根 我们的罪给拿掉 OK 把我们的罪给洗净 让我们把这个 就像一个人 他里面得了癌症以后 比如说你得到 白血病啊 现在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射线的方法 把那个癌细胞 全部杀死 彻底杀死 杀死以后 连骨髓的这个 这个骨髓 都被杀死 然后呢 彻底拿完了以后 重新找正常人的骨髓 直到骨头里去 然后长出来 这个 这个 长出这个血液 才是没有癌细胞 健康的 是吧 那么这里面说呢 我们啊 就是需要一个 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 然后是带着问题的人 那么这个呢 都需要我们 把这个罪给拿掉 谁能除掉我们的罪啊 耶稣 他这就是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 神派他来 是专门干 做这个工作的 是吧 那你干什么事 这需要什么 有做专业工作的 是吧 你不是专业的 东西都弄不好 对吧 专业都弄不好 所以呢 这个 那这个使徒 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 都特别提到 这个救助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呢 这个华人呢 对这个呢 很多呢 对这个不理解 我们什么事情 靠自己 是吧 小聪明 是吧 那么尽多是 我们是勤奋 是吧 但是呢 世世代代代啊 到现在也好 你看到 这个贪腐啊 然后环境的恶化啊 然后这整个是 人们生活都特别痛苦 是吧 都特别痛苦 那么自我安危了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 现在不仅是那 然后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啊 这里我现在跟你讲的说 应该2020年12月份啊 刚出开 开始的时候 这美国啊 正好遇到大困难的时候 现象危机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 过去呢 把这个美国人 活得很幸福啊 然后各种 然后世界上 最幸福的国家 这个丹麦啊 什么加拿大啊 现在因为这个 新冠疫情的原因 导致世界都不幸 那么新冠疫情 又是怎么引起来呢 是不是 这是充满了人类的罪恶 充满了人类的罪恶 所以呢 我们看看啊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使徒行传啊 它这个第四章 第十二节 怎么说的啊 我们从第十一节 开始看啊 它说 你们众人和伊斯利人 伊斯利人们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痊愈 是因你们所定 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纳萨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OK 对不对 那这就聊 第十一节 它是你们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OK 这是前面的这两节 都是说耶稣的 那么盖房子的时候 需要这个防角石啊 他说后面这个 主人啊 说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OK 我们要想找到一个 拯救我们的 是吧 在找到以后呢 那我们会采取各种方法去找 OK 这个找 这个找 那个那个 OK 那么现在这里告诉你吧 是吧 那么你可能 条条大陆 那么现在你从北京到多连多来 也可能 是不是啊 坐飞机从北极航线 也可以从温哥华 是吧 那么呢 你到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 不同的通间啊 不同的方法 但是 人类 全人类 你我 不准黄母人 男准人 黑人 白人啊 真正要得到救赎 那么 在人类历史上 OK 在整个 宇宙当中 那么我们被神所创造 是吧 并且按照神经所所创造 那么生活在地球这个星球上 对不对 生活在地球上 那么神只赐给了一位救助 啊 他不是毛泽东 也不是斯大林 也不是林侃 是吧 也不是华盛顿 是吧 啊 各位华盛顿 对不对 是谁啊 就是除他以外 没有拯救 对不对 一时一世的 啊 你可能有人救了你的命 但是 如果你从根本上 拯救你的灵魂 拯救你这个人 是不是 那么呢 你必须什么呢 后面给你说了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你必须认识耶稣 和耶稣建立关系 对 彻底的 所以有的人 就是说 很多年 是不是 很多年 然后呢 执着的 然后呢 去读经 去祷告 花了很多的精力 甚至为此 别的事情 也放弃了 对吧 他为什么找呢 要抓住根本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 从根本上 你没有得到拯救的话 是吧 那么 你很多问题 没有解 是吧 但是如果从根本上 得到拯救的话 那其他问题都有解 是吧 还有呢 那么认识耶稣以后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你活着 怎么来的 OK 然后你活着 为什么 然后呢 你为什么活着 活着怎么有意义 是吧 那么最终 我会不会死 我死了以后 我的归宿是什么 是吧 我是不是 我会得到永生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呢 那么你要认识到耶稣呢 他是救助 是神赐来的 壮子做这个工作 然后是他 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而死的 你需要做的 就是信他 就改变你的人生 OK 那么你一个人信他 然后你家庭信他 然后一个社区信的 然后一个民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所以现在人 就是在全世界各地 去传福音 去做这个救赎的工作 实际是做这个救赎的工作 好不好 对不对 那做这个救赎工作 那这就是说呢 耶稣基督 他是耶稣 他是基督 而且是救助 他救助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是这么说 很多人是这么说 包括我 很多人 是吧 今天呢 现在时间呢 不做那么多 不再想说 对不对 那么呢 他是基督 他是救助 那么什么 后面说呢 他又认识耶稣 他是全神 又是全人 OK 说他是全神 那么作为一个 作为神 OK 他有创造的大能 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是吧 他这个全知全能 是吧 就是自由拥有 是吧 自由拥有 是吧 还有一些 还有些其他的 他这个 他是纯善 纯真纯美 这就 不动脚 都看着过你 都是全神 那么他作为全人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基本的属性是什么呢 我们能呼吸 我们有生理 是吧 那么我们有 无情 七情六欲 是吧 我们有七情六欲 是吧 但是耶稣基督 他作为全人 他只是作为一个 这个就是 没有罪的权人 你要记住 我今天特别跟你分享的 我们作为一个全人 是一个罪人 对吧 我们有骄傲 我们有贪婪 有自私 有好意 各方面都有 这个我们摆脱不了了 对不对 摆脱不了 那么我们从 原始的从亚当 亚当 亚当 遗传这个罪 那么耶稣 他作为全人 他指示神 为了救赎人 让他倒成了肉身 然后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住在这个 住在这个中间 住在我们当中了 对不对 他 所以耶稣呢 他是作为全人的 是吧 作为全人的 那么他是全神 他具有所有的属性 就刚才说的那个 自由拥有 耶稣 他作为全 作为全人 在这个约翰福音 你看看耶稣 他这个全人 是怎么来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 一到三节 或者第十四节 他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OK 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 OK 他说道就是神 我们中国有个道教 但是那不是那个道 是吧 对不对 但是这个道呢 是文字 就是真理 OK 神的话 OK 神自己 太初啊 就是最早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么神 他这个道就是神的 但是这个道呢 就是神 那么这话一看 这道太初一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反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神最大特点 什么呢 创造愚伦万物 而耶稣既是全神 那你一定能够创造 OK 他这里讲的什么呢 耶稣是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那么耶稣 他和神是同在的 那万物 你 是吧 对不对 你要产生 那你就依靠耶稣而来 耶稣 那么耶稣 要耶稣 OK 那么这个道呢 他后面讲的 是吧 那么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是吧 要想住在我们中间 那个神是看不见的 你就是住在你中间 你也不知道 那么只有耶稣 他道成了肉身呢 他将在卑微的马槽里 是吧 他又成长 他又做木工 是吧 那么后来呢 他开始步道 他还找门徒 那他开始住在普通人当中 是吧 住在普通人当中 然后呢 虽然我们自己 没有亲自体会 和耶稣一同住在 但是我们前面的使徒 是吧 那么多人 他们亲自 亲力经历了耶稣了 亲力经历了 他就可以住在人们中间 那么现在住在我们中间 是耶稣基督 他派的神的灵 圣灵住在我们中间 是吧 他是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耶稣啊 他是全神 又是全人 是吧 那么呢 耶稣呢 他是就是这么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和我们不一样的 是吧 我们是父母 然后同床怀的孕 而耶稣呢 是从我神的灵 那儿怀的命 对不对 他是啊 并不是说 他神要 非常愿意 让自己的 这个儿子 自己的儿子 然后呢 成为这个 成为人 而是为了救赎人 是吧 把这个救赎人 让他儿子 道成了肉身 只有这样 他大概全人 才可以为我们死 是吧 对不对 神自己是不可能死的吧 是吧 就是完全救赎 就靠着他得救了 是吧 对吧 讲这个道理啊 对不对 好不好 那么他耶稣是全神 全人 是吧 在时候呢 我说呢 认识耶稣啊 对我们 至关重要 OK 那么我们一生当中啊 你可以认 这个不少的经历 上学 是吧 工作 是吧 还有呢 结婚 分分分分分分 那么在这 所有的事情当中 是吧 那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得认识你的造物主 和你的造物主之间建立关系 那么建立 和你造物主建立 建立这个关系呢 对不对 和你这个造物主建立这个 和你这个造物主建立关系呢 那么造物主啊 借着他造的 他道成了肉身的 是吧 这个呢 那么呢 你就和我们 这个要和我们这个造物主 我们平常是看不见的 要和他建立关系的 就是和他的独生子建立关系 你和他独生子建立关系的 也就是和这位 这位真神建立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起的神 三位一起的神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 要认这个 在整本圣经里 他告诉我们呢 那么我们就得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那么认识这个耶稣 认识耶稣呢 耶稣他是基督 OK 认识耶稣是基督 耶稣之救主 耶稣呢 他是全人 是全神 OK 那么认识耶稣 人的属性 那你就可以和耶稣之间 沟通 跟他沟通 那么呢 知道这个 他可以怜悯 他有大爱 是吧 那么一认识 他的神的属性呢 那么就说呢 他是掌管万有的 万物都是接着造的 也是为了他造的 是吧 那么他 他又呢 是全知全能的 是吧 全知全能 所以呢 那么我们心里这位神 耶稣呢 那么呢 我们就 因为他 我们给他有 我们就是带来了力量 带来了盼望 OK 因为他会再来 是吧 因为耶稣呢 他作为全人 他生了天了 是吧 他到个时候 他会再来的时候 那就不用再 不用再降 不用再这个 再生一次了 他直接那么来就好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呢 这个把这个 分享了这个 耶稣是基督 是救世主 是全人全人 那么耶稣 认识耶稣呢 至关重要 关系到我们的 知道我们的 从哪里来 关系到我们人生的意义 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是吧 那么呢 还有我们每天的生活 好不好 那个 在人生的一生当中 那么我们就 首先一件非常重要 极端重要 比不可少的事情 就是认识耶稣 好吧 希望你喜欢 喜欢今天的节目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人 这个朋友 OK 那么发到你的群里去 然后如果你没有订阅 这个频道呢 也欢迎你订阅 OK 我们再见